那么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微信开发者工具 它的一些功能之后 我们一起来动手开发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的小程序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代码编辑区这里呢 有一个project.config.json文件 这个文件是开发者工具自动帮我们项目生成的一个开发者工具的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主要是保存了我们对开发者工具的一些个性化设置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我们目录结构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一个微信小程序应用它至少要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我们的app.js和我们app.json文件 app.js呢是帮我们去注册一个微信小程序的应用 app.json呢是对我们微信小程序应用的一个全局配置 那么我们先来创建一个app.js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是怎么去帮我们去注册一个微信小程序的应用呢 我们需要去调用一个app函数 这个app函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去传入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是一个object类型的一个参数 在这个参数里面我们主要可以传入一些生命周期钩子和我们一些事件处理函数 以及我们全局的一个数据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传入一个空的类型参数 然后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app.json文件 在app.json文件呢我们需要去注册我们微信小程序所有页面的一个路径 我们通过pages的属性来注册 它的值是一个list类型的值 这个list里面是我们所有页面的一个页面路径 那么我们要写一个hello world 我们必须至少要有一个页面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hello world的页面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我们要创建一个微信小程序的页面 我们需要要有四个文件 分别是js文件 json文件 vxml文件和我们的vxss文件 这里我们创建一个hello world的点 vxml文件 vxml文件呢就是描述我们页面上要有哪些内容 这里我们可以写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 我们可以通过view标签来写 这view标签呢 我们在后面讲我们小程序的框架的时候和组件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hello world.js文件 那么hello world.js文件呢 是帮助我们去注册一个微信小程序的页面 它类似于我们app.js一样 它是通过一个配置函数去帮我们注册的 这个配置函数也需要去传入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类型也是object的类型 我们可以在这个参数传入我们的一些页面的生命周期钩子 和我们事件处理函数 以及我们页面的一些默认数据等等 我们可以暂时先传入一个空的对象参数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hello world.json文件 这个hello world.json文件是我们hello world的页面的一些配置 这里我们至少要传入一个空的配置对象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hello world.vxss文件 这个文件用来描述我们小程序页面的一个样式 那么我们hello world的页面就算是创建完成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hello world.json文件少了一个 这四个文件我们需要保持他们的命名一致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app.json文件 我们去注册我们刚刚创建的hello world这个页面的路径 因为我们的这个hello world的页面是在我们的根目录下 所以我们就填入他们这个根目录对应里面对应的文件路径 我们保存之后可以看到在开发者工具变译之后 我们模拟器上显示了一个hello world 我们刚刚写的hello world的一个页面 但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的页面过多 我们都放在根目录下 会不会显得杂乱无章呢 这里我们建议是要有一个专门去管理微信小程序页面的文件夹 因为这个微信开发者工具它的这个编辑器 不太符合我的使用习惯 所以说我就在我们的外面去创建他们这样的一个文件目录 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个配置字的文件目录 然后我们再来创建一个hello world的它这个页面的目录 这个目录呢是管理我们这个页面对应的四个代码文件 我们将它拖入到我们的hello world的这个目录下 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这个hello world的页面目录 拖到我们的pages目录下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文件路径更改后 它其实开发者工具它会再自动的去编译一次 编译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控制台爆出了一个 没有找到我们app.json中定义的这个hello world的页面对应的vxml文件 那么我们需要重新去配置一下我们hello world的页面对应的路径 这里我们先把它们这些窗口关掉 我们打开app.json这里我们就需要重新去输入它的一个页面路径 在我们输入完之后我们点击保存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开发者工具左侧的模拟器中 已经出现了我们刚刚的hello world的页面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代码结构是不是很清晰明了呢 那么我们一般hello world这样显示 大家肯定都会觉得不太好看 我们可以把它调成居中显示 我们刚刚在vxml文件中用到了view标签 那么我们在vxss就对这个view标签进行一个样式定义 我们可以给它分配占满我们屏幕的宽度 我们设置成百分之百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高度 我们给它一个40rpx的高度 这个rpx和我们平常看到的px是不太一样的 rpx它指的是我们的一个响应式的一个屏幕像素 然后我们在设置完它的宽高之后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元素居中显示 我们可以通过text了 我们可以通过textalign这个属性 让它居中显示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helloword已经在我们的页面上居中显示了 上面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helloword小程序的项目的创建 以及我们代码的编写 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我们微信小程序 它的一个完整的开发框架 以及我们微信小程序都有哪些丰富的组件和AP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